远离贫困 告别茅草屋 四代人的夙愿 今朝时现 探寻古人类足迹 鸟看祖先的摇篮 大型蹲点纪录片 扶贫周记 见证历史的拐点 记录生命的理在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扶贫周记 扶贫周记从去年至今 共播出了三季十五期节目 设置组蹲点的广西田东县 贫困程度最深的龙邦村 整村搬迁进入了尾声 回想扶贫周记设置组 在龙邦村跨年蹲点的过程中 所经历的人和事 显现给大家的每一个脱贫故事 都让人感到扶贫工作的艰难不易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那今天呢 我们请您收看扶贫周记 第三季第六集 龙邦村议事 每次来到龙邦村 我们都会有新的发现 看着这些人去镂空的旧屋 好似诉说着往日的贫困 随着越来越多村民搬迁出大山 龙邦村呈现出少有的宁静 然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个别的村民却在整村搬迁 大伙都网出搬家的时候 盖起了新房 那么这位村民 为什么要建新房呢 上次过来来你家盖房子的 但在上面还没空点了 先盖好了 好了 你是南土人的 我是南少年 南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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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几月份开始盖的 几月份了 几月份了 七月份了 这房子一共投资了多少钱 这房子 七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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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七百万 七八万盖起来了 南少年看见我们走进来 表情有些尴尬 眼神也躲闪不定 我感觉到 他是不是也觉得 这新房子盖的 与整村搬迁政策背道而驰呢 难道他家没有分到 移民安置点的房子吗 你家那个新房子领那个房要什么 就是搬迁安置点的 是龙邦村 你没搬过去了吗 搬了 搬过去了 搬过去了 那那边谁住呢 孩子 几个小孩你家 一个 一个孩子 多大了呀 十五岁了 十五岁小孩在那边住 他就读书了 他读书在那边 你家是多大平的 多少平米的那边 多大那边 七千五 七十五的 三口仁是吗 七十五的 那就是那边花了多少钱 那边是 几千多五 七千五 那边花了七千五 那你这家吧 一起能有个 九万多 那边房子 加上这边房子 是吧 应该有 眼下正是龙邦村 整村搬迁的时候 几乎每天 都有村民搬家 难道 蓝少年两口子 不知道此事吗 所以现在都搬出去了 你还盖新房子 干啥呢 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们刚刚 刚建房子 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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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 走那里 也不知道 现在也不知道 走了 也没办法 你说的意思是 你俩说的意思是 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不知道那边的房子 已经盖了 对 知道了 知道了 那时候 帮我干部都跟你说了 不 我以为说 两三年 他要等 等一年 你是17年 7月份 打的地基 是吗 是 那个时候 已经决定了 就要把整村搬家 16年的时候 帮我干部 都已经到家了 那个政策他都知道了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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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媳妇说不知道 要搬迁的事 他们两个 不是经常在外面住工 兰少年啊 你看这个农民兰少年 三十多岁啊 自己在外面打工 三四年 四年的时间 然后攒了几万块钱 回到老家 在宅基地这块 然后盖起了这个新房子 但是呢 他们这个村啊 整个要整村搬迁了 那你们盖起来 这个房子 搬迁出去了以后 这个房子 要让你们拆 咋办呢 啊 老少年 要让你拆呢 你刚盖起来 不可能吧 万一呢 我都盖着边 因为政府这块 你们这块啊 就是大石山这块 他都让迁出去 完了你家 还盖起来新房子 要万一让你拆了 你刚盖起来 多可惜啊 拆就拆了 你看啊 他家这块是 转移就业 教育资助 然后移民搬迁 实际上这写得非常清楚了 对吧 是的 我们蹲点在龙邦村 经常随处走动 像蓝少年这样的年轻农民 还在大山里盖新房子的 是极少数 大部分都想搬到长镇生活 你跟我说说 你俩怎么打算 你盖这个新房子 寄找钱 寄打工 为卖找钱 就寄到这个建房子了 就原来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出去打工挣钱 对啊 把它建起来是吧 对啊 那你咋不把这个 建这个房子的钱 拿到那边那个房子 去装修啊 干嘛的呢 现在不装修了 没装修啊 不装修了 没有钱 没钱吧 你钱都盖这个房子了 是啊 那你俩今后怎么 在这边住 还是在那边住 那里也住 那里也住 那里都住 离开蓝少年家 我们赶往龙邦村的卡阔屯 卡阔屯是龙邦村 一个比较偏远的自然屯 在途中 我们遭遇大雾 还下起了茫茫细雨 车在悬崖上颠簸的厉害 每个人的心都纠缠了一团 为了安全起见 最后司机师傅 只好停下车 让我们徒步进山 我们的车是山坡不要紧 最怕是沙坡 这种路啊 滑 里下车还滑上去 对啊 就是吓人的 把设备都拿着吧 咱们走上去吧 够八小时啊 应该走小时 走啊 我们都走三四个小时 都没事吧 走吧 安全第一 我跟你讲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 龙邦村的村民 他看过我们扶贫周记的节目 对我们表现出十分的热情 来记者 你咋那么激动 高兴 你好 你好 是我们的中央登次来记者是吗 是 你三次握手 去办事啊 走进去 你在哪个自然屯啊 我就在这个 就这个屯子啊 你忙你的 我们要赶路 我们去卡扩 我们去卡扩 好的好的 第四次握手 那你忙着 慢走 走进卡扩屯 我们做了入户调查 发现上了年纪的村民 搬迁意愿并不强烈 你吃啥呢 你坐着让他坐着 你不在坐里 吃包饼 整天就吃这个玉米啊 好吃啊 好吃的 好吃的 好吃吗 我尝尝 尝尝 我一看他吃那么香 你尝一尝 是吧 又甜 又甜又香 又甜又香是吗 好吃的 好吃 是香 香 要搬家 你搬不搬吗 搬家 搬家 不 没有 不搬 他说老不搬 不搬吗 是舍不得离开 这个地方吗 那就不能离开 这个家 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家 60岁的吴时利 十分坚定地说 不离开大山 他的想法 也代表了不少年长村民的心思 他们在大山生活了一辈子 故土难离 吴时利有四个儿子 一个结婚 住在他家的旁边 三个儿子在广东打工 他觉得 现在的生活 比从前好太多了 孩子们都能自立 不再需要他和老伴去抚养 山里的生活 他感觉很惬意 让他舍不得离开 在入户调查中 年轻的村民 百分之九十 愿意到城镇生活 像吴时利这样的老人 大多喜欢在山里 从卡阔屯出来 我和龙邦村第一书记黄振初 聊起了村民们搬迁意愿的问题 就您了解的情况 加上我们今天走访的这几步 你们是什么感觉 就是搬迁这件事 我们自己也做过调查 也了解 大概有三分之一 不爱搬 不爱搬 不太愿意搬 不愿意搬 他的眼睛呢 一个就是观念问题 他就没他足足被生产在这里 离不开这个故土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 对那个收入担心 是收入问题 有担心 因为你出去了没有土地 是无土安置 那没有土地 他都没办法生产 因为很多人他不懂得打工 他就解决不了的收入问题 还有一个是生活习惯 他在这里住的话是天地楼 他住得很方便 房间屋后 他可以种点菜 羊年鸡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在龙邦村蹲点 记录整村搬迁的过程中 不止一次遇到 村民几年前盖了砖瓦房 如今领到新房这种事情 那么大山里的旧房是否拆迁 在我的心里成了个疑问 黄振初详细地给我们 介绍了相关的政策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 异地扶贫搬迁 拆除旧房的规定 拆除旧房有奖励标准 每户不低于两万元 最高不超过五万元的标准 那么为什么旧房一定要拆除呢 为此我们也找到相关的文件 文件显示 对迁出区域宅基地进行复肯 适宜耕作地补充耕地资源 不适宜耕作地进行生态保护修复 田东县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屯 拆除旧房工作正在试点 三到五年后通过试点示范引导 推进异地扶贫搬迁 拆除旧房能够顺利展开 就是龙邦村搬出去 龙邦小学咋搬呢 龙邦小学也搬了 也要搬出去了是吧 而且名字应该申请国家的项目了 这个私林二小 私林二小 还有幼儿园 幼儿园也搬了 这天我们走进龙邦村时 在路上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走起石头路来轻松从容 我在想城里面这么大的孩子出门 至少要有一个大人扶着领着 而山区的孩子们生活能力真强 天不怕地不怕 盼着自己快长大 在路上我们还碰上了 一群出门打工的村民 我们继续跟着小女孩往家走 一聊天才得知 跟在小女孩身后的是她的姑姑 21岁的兰秀春 看她走路的样子 已经有了身孕 这个是兰秀春家 我们现在到了她家以后 发现她家一共七口人 七口人的话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四张床 那么就是说 七口人住在四张床里 而非常拥挤 几个月了 五个月 五个月了是吗 那你们要是生小孩的话 是在家里生还是在外面生 在外面 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在住山上这么辛苦的下去 是吧 嗯 美女的 海房 我觉得 不好意思 上个电视台 我看到了 这上主要电视台呢 对啊 我知道啊 我看过那些 你看过吗 对啊 看过我们这个 楼帮吗 看过吗 看过 走好呀 你长那么漂亮 像兰秀春一样 龙邦村的许多年轻人 为了后代 接受更好的教育 享受更好的生长环境 他们的搬迁意愿 十分强烈 这是兰秀春 给我们拿出 他家抽的新房号 你看 兰秀春家 他家的房子是 三栋 三号楼 一栋 一零二 是一楼啊 上午我们碰到的 那群打短工的村民 中午过后 回到了兰秀春家 说起搬迁的事 他们每一个人 都很兴奋 他这住了多长时间 200多年了 共产党有这么好的 我们很感谢共产党 为了我们的生活 要过得好 我们又为了下一代 我们必须攀出去 讲得真好 这天凌晨 是兰中青家搬家的日子 我们三点半出发 五点多钟来到龙邦村 在当地 村民搬家 讲究的是时辰 村干部告诉我 兰中青家 要在上午十点钟 到达新房子 所以我们五点半 到他家时 兰中青他们 已经起床了 起来了吗 大家 来了 不拿凳子 不做 怎么搞这么多鸡啊 你要搬家 早切掉 今天要搬家了 说出东西了 这是什么肉啊 羊肉 这是羊肉 兰中青的妈妈将头一天晚上 煮好的羊肉装进了袋子 我发现龙邦村的村民们搬家 拿的东西大多是食物 羊肉 鸡肉和自家酿的酒 马匹一定要吃饱 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必须有充足的体力 当我们走上平坦的大道时 天际渐渐出现了一缕曙光 崭新的生活将从此开始 村干部告诉我 兰中青家是最后一批搬钱的农户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敦点生活即将结束 从小在城里长大的我 从来没有看见过山区黎明的美景 这样的山 这样的景色 我要永远地记住它 我要深深地应刻在心里 因为随着村民的搬迁 龙邦村将成为历史 来到龙邦村坐落在斯林镇的搬迁安置小区 我们已经跟着三户村民来到过这里 看着现代化的生活场景 看着小女孩蓝丽荣从此生活在尝试的环境 真是让人十分欣慰 从蓝丽荣生活的变迁让我感慨 在政府实施的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大背景下 从她这一代人开始将彻底告别大石山区 走上小康的新生活 眼下又到了柚子花飘香的季节 在四川城广汉市松林镇 万亩柚子林开花了 淡雅的花香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赏花 一来到广汉松林镇环山道路 阵阵柚子花香扑鼻而来 在这里近万亩柚花迎空绽放 洁白似雪 不少游客在柚子园中畅游赏花 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比较好 空气比较好 然后还是喜欢带这个地方来 特别舒服 每天我们来这儿吃 柚花清新的花香让人心旷神疑 而当地村民也趁机将自家柚子树上的花朵 摘下卖给来往的游客 每天收入近百元 来这儿耍人家有些就要想买这个花的嘛 我今天这儿这儿一斤本那个古典 都给我掉了的嘛 都买了的嘛 五一小长假 周边的朋友不妨抽空前去体验 气人心脾的柚子花香吧 说到旅游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位大叔别样的旅游 现在不少老年人退休以后 喜欢四处走走转转 有一位来自东北的老人 退休以后找到了一种新的旅游模式 就是选择去远方打工 边打工边旅游 就是这位穿红衣服的这位老人 那不久前 这位老人家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 虎跑公园 穿着工作服 拿着扫帚 谁都不会想到 他其实也是一名游客 68岁的杨联军 今年3月份从东北到杭州 一边做起了虎跑公园内的清洁工作 一边顺带着在空闲的时候旅游 环卫工绝对是个辛苦活 但因为自己采取的是 去远方打工的这种旅游模式 所以杨师傅的心态是绝对不同的 杨师傅说前几年和老伴 抱了趟云南跟团游 回来发现跟团没啥意思 所以想到边旅游边打工 可以慢慢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还能用自己的劳动补贴旅费 杨师傅不仅在国内打工 去年8月份杨师傅还在韩国待了两个月 一边干着打混凝土的粗活 一边体验韩国当地的风土人情 杨师傅告诉记者 杭州是他目前待的时间最长的城市 不过杨师傅也和公园的领导打了报告 准备等天气热了 先回老家养养身体再重新出发 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 不会特别长 但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表现出来说 我反正就待不是很长的 他还是很认真 就是当作就是一份 长的事业来干的 真是要给这位杨师傅点个赞 我们也祝愿杨师傅 继续在别样的旅游中 收获更多的乐趣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去郊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 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去郊三农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